今天跟大家瞎砍两句,讲一个中国足球残酷的现实 听完以后,你可以不认可我的观点 视频有点楼梭,但仔细琢磨下,是不是也有一点道理 就是我到现在为止都会被人问说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为什么挑不出十几个会踢球呢? 如果你只是随口一问,我可能也就随口一答 什么体制呀,文化缺失啊,硬件差之类的吧 反正这种东西网上能看到一堆的答案 但如果你是玩认真的,那我肯定会跟你认真地探讨这个话题 你以为我会给你说的答案,无非就是踢球的人少 说的专业点就是职业足球人口少,在理,很在理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中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万个人会做饭 剩下的只会煮白开水啊,泡面啊之类的吧 然后你可能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国十几亿人出不来一个顶级的厨子呢? 例子很极端,但方便于理解 我也不知道具体数据啊,就前些年中国足协再测的青少年足球人口 可能也就几万人,甚至不到 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淘汰率极高的行业 几万的从业人员怎么可能撑得起一个行业 不就变成了矮子里面拔将军了吗? 如果从那几万人筛选出来就可以打进世界杯 或者说定时定期的干日本干韩国 那我觉得整个足球行业基本也就凉了 你再怎么精英也就那几万人挑出来的而已 一个五脸就已经到天花板了 如果你能拿到好成绩,那才叫做违背规律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再往下问一个为什么 也就是说为什么职业足球人多少 通俗的说就是为什么踢球的孩子少 我相信很多人会再往下问 也就是我今天观点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爱这项运动 或者是热爱,酷爱也行 你可能觉得说我在扯淡 中国那么多球迷怎么可能缺乏热爱足球的人 无言总听,制造焦虑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就问一句,你身边能每天看到在踢球的孩子吗? 你可能又说了,硬件不好,连个球场都没有 说实话,硬件不好我觉得是最不该成为理由的一个理由 拿我自己举例,我小学一二年一开始踢球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的操场都是黄土 那黄土厚比有些女主播的粉太厚 黄土里又夹杂了那种碎的狮子 冬天滑雪之后那泥巴冻得跟铁块一样 秋天刮冲的时候更简直了 再加上流汗和那些黄土混在一起 那我想问一句,难道不能踢吗? 周末没上课的时候,我自己拿着球 去互动对面踢墙 练脚弓传球和圣门 不然就颠球 如果这个时候有路过的邻居 过去会突然说一句 小子挨脚 然后我就屁颠屁颠的过去捡球 或者说,踢得不错啊 以后是马拉多纳等等等等等等 毕竟马拉多纳那时候 对于那个年代人来说人气非常高 反正就简单的互动一下 想想这个场景是不是很有咽火气 反正也逃不过踢碎玻璃的时候 然后我妈再带着我过去给人家赔链链 难道这过程踢吗? 只是没有那么爱而已 人性就是这样的 当你没有那么爱的时候 所有的客观里头都会成为 坚持逃避或离开的小孩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能听懂这句话的含义 就像现在小孩子玩手中 那就是爱动不行不行的 恨不得玩都是昏天暗地 吃饭都是浪费时间 那是不是只要能玩的话 他都放不下去 那是一拍一般的手机 边玩边往身上搓手 手机发烫了吹一声 那就算不是拼我的手机 他也能玩着光顾所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爱着 你就看现在多少孩子 顶着四十七八度的高位 你自己拿着篮球去篮球打球 那还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那得一波一波的打 输得下去赢得接着打 一个下午也没能打几波 那有人逼着他去吗? 不打会被判刑吗? 因为他爱打 可能你会说踢出没出 又不能当职业球员 捧不起这玩意 还是老实读书对时代 那请问 街边打完球的 有几个想成为职业的 或者说 有几个能成为职业的 那还不是单纯的热爱这项运动而已 哪有这么多的附加条件 所以当把硬件不好 也能列为理由的时候 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那这个也不是每个孩子 都能在草坪上踢球 太多在傻土地上踢球了 那更不要提巴西了 那是有脚就能踢球的问题 所以 有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很残酷 谁都不愿意揭开雪梨林的现实看一眼 才会有很多客观理由来拿笔自己 我敢说这个解释适用于当前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无论是感情的还是工作的 放大放小都是能行的通文 好了 说了太多勇敢而发的废话吧 也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听 毕竟我也喜欢说一些难听的实话 那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找问题相对简单 给可行的解决方案才难能可贵 OK 我是福岳 我们下期见